Lun Sang 今次的台湾大盤 大家好 欢迎收盘总监呼吁我 孙伴通透过一名玉 那我们先看今天台湾大盤表现 今天台湾大盤新增加开低走低 到今天这个收盘 收跌113点 指数来到12780点 那相对我想 今天这个量 一样形成一个叫说量的一个态势 那重点我想 以今天整個一個盤面 就是說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就針對以昨天的一個狀況 昨天台股是拉回 就是說上漲一個65點 那就以一個昨天這整個一個 全部上市上位公司 他們的一個結構 這些上市上位公司的一個結構來看 昨天大盤漲了一個65點 那重點包括像台積電 台積電昨天漲了兩塊半 紅海漲了2.8% 然後再配合一些相關的一些 金融的一些權值個股 撐住指數 那重點是說 昨天漲跌的這個加速 居然各半 差不多一半一半 那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我們在昨天節目 已經特別跟各座強調 目前這個台股大盤 雖然依然處在一個叫做高檔震盪 目前依然落在12,500點到13,000點 這個範圍 再做一個區間的高檔震盪 那高檔震盪重點是說 包括在7月份 7月份是殺這些生息防疫概念個股 那進入到8月份 我想很多很多相關的一些電子個股 都已經在這個階段點 形成一個很嚴重的這個殺盤的一個狀況 包括我想在今天來講 今天包括像這個像6531 以前我們操作過很多燙的這個愛浦 愛浦今天是除息 除息一塊錢 那重點今天除息之後 打落跌停 甚至包括像這個生息 像這個雅河化 一些生息個股 甚至包括像陽城 這些標的在今天 大盤做壓回的一個過程當中 這些標的全面性形成一個 很大幅度的一個修正 那之所以我們在昨天特別針對這個盤 我們很清楚告訴各位 這個盤是一個很標準的拉子數 去做到讓殺個股的一個態勢 我想這是一個很標準 叫做所謂的一個叫拉東出息 拉東出息 那相對於我想以進入到今天 今天整個一個盤面 我想我們可以帶各位看一下 今天全部上市上位公司 漲這個加速大概500出頭檔 那下跌的這個加速高達1027檔 這個配比大概漲的加速大概三分之一 然後跌的這個加速高達三分之二 等於說有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個股 在今天這個大盤拉回 拉回113點這個過程當中 它是形成一個全面性壓回的一個態勢 那所以說我想真的進起這個盤 我們就很清楚跟各位做強調 雖然到目前為止 這個多頭架構沒有去做改變 那重點我想很多很多的這些個股 走勢已經叫做極度的一個分歧 那既然極度分歧配合很多現象 我想我們從這一路 包括從7月7號以來 也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很多很多短線上漲多的這些標的 無論如何請各位針對這些長者的一些標的 高檔賣訊一產生 無論如何請各位切記會買 你也要會賣 因為畢竟我想我們從7月份以來 特別在這個節目當中 都是針對如何去做到賣 我想這是絕大多數的投資人 比較難的一個問題 因為畢竟股票人人都會買 重點是說你要如何去做到 他買得漂亮 賣得更漂亮 我想這是很多很多 這個投資人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盲點 會買不會賣 會賣 只會賣還不會賣 所以我想針對就是說我們在從近期 包括在昨天 昨天在我們盤中也特別都有針對一些 剛好產生高檔賣訊的相關個股 我們在昨天盤中 甚至包括在盤後 也都有特別針對一些 陸陸續續產生高檔賣訊的一些相關個股 那我們都直接在我們Telegram 也都有給各位做到直接的一個分享 重點我想在這個階段點 既然這個盤拉東出西 那麼一樣的一個嚴重當下 那當然的話我們在昨天 這個盤中特別特別叮嚀我們所有投資朋友們 你在這個階段點你要拉高 各位的一個警覺 拉高各位的警覺 然後針對你相關的一些持股 持股的部位 我們就希望各位你要去降低 減低你的一個持股的一個部位 拉高你的一個現金部位 後續就留待這個盤有一個像樣的一個修正 修正完之後 你後續你才有這個資金 針對已經修正完成的一些個股 去做到它買進 所以我想我們在今天一樣老話一句 針對後續各位操作面 最大最大的課題當然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各位 你要特別去著重這個賣 賣股票的這個動作 因為畢竟我想我們在以往節目 都特別跟各位做強調 在股市的一個操作 你賣錯股票 我想這個 不會產生太大的問題 頂多是少賺 少賺而已 那重點就是說各位 你是報錯股票 股票沒問題 報錯股票一去不回頭的 這樣實際上結果 很容易造成我們投資方面 這個嚴重的一個慘培 嚴重的慘培 所以我想針對目前這個接壞點的台股 一樣老化一去 希望各位會買也要會賣 會買也要會賣 雖然這個多頭架構沒有去做改變 那既然多頭架構沒有做改變 當然的話我們也不斷每天能夠做強調 高檔震盪盤移多移空 你做多也對 做空也對 那尤其針對空的一個部分 我們也請各位切記 空就空這種所謂的 轉空弱勢 已經屬於一個叫破線的一些個股 那還在做一個創高的這種形態 這種個股一樣 請各位你絕對對 不要去空這種所謂的一個強勢個股 強勢個股你沒有跟著賺已經很可惜 那你甚至你去做到那種反向 希望去空到最高點 我想這個越空越高 被軋到外太空 我想這個在以往五六月份 當時的這個生計 相關防疫的這些個股 我想我們在當時都有給各位做到 一個全面性的分享 那這是針對大盤的部分 我想OTC 包括OTC就是說 以這個接軟點落底之後 也形成一個連續六天的反彈 彈上去之後 到目前由於這個 這個月線的一個壓力是屬於 月線是下彎的 那下彎的這個月線都會把這個盤 彈上去之後 再把它做這樣拉回 拉回的一個趨勢 那尤其我們每一天都跟各位強調 針對在前一個波段這個沙盤的重心 就是所謂的生計防疫概念個股 這些個股 無論如何 這一波的一個反彈 我們把它定位為一個叫做 逃命的一個反彈 那逃命反彈 我想無論如何 請各位 把握住這一波 這個生計相關 防疫概念個股 這一波這個逃命反彈的一個賣點 下一趟賣點你產生 無論如何 請各位 一定要 你寧願 我們寧願各位賣錯 你都不要去報錯這些個股 因為畢竟 短線上一些相關生計防疫概念個股 動輒漲個一倍兩倍三倍 甚至包括像我們每天列舉的 這個像合一 當時從19塊錢漲到476塊半 足足漲了23倍多 23倍 就是說 針對這些相關這些概念個股 因為畢竟 漲太多 它會回歸到多頭循環走完 會延續空方的一個循環 所以我想就以目前這個大盤的架構來看 宜多宜空 那各位你要去買進哪一些個股 哪一些標的 你又無論如何去執行賣的一個動作 當然我們每天都跟各位強調 各位你只要有一支手機 搭配我們這一套快打部隊的操板軟體 我想針對不管大盤不管個股 他們的高低位階 或者是說多空的這個買賣點 你都可以第一時間去做完完全全的一個掌握 就如同我們在今天有在盤中相關分享 你可以去買進哪一些個股 我想我們在今天也直接都給各位分享 就是說快打短多個股 包括我們在今天早上這個10點25分 相關分享這個 針對風力花店的這個像1589像永冠 永冠買點需要在這個95.6元 到他今天收盤 收盤也收到今天 收盤價的最高點 我現在收在這個101.5元 那當然的話我想以大家今天這個收盤 你收盤一個5.6%之多 配合訊號 買訊產生 一買進 你就可以馬上賺 一切入就可以馬上賺 這永冠的部分 我們在今天早上10點多 在Telebran相關的分享 那近期我想 歐老師我們就說 針對每一天的一個操作 其實我們不斷每一天能夠做強調 為什麼你要針對一些 漲多的一些個股 你要去做賣 那尤其這個階段點 我想我們帶給各位 唯一的一個策略 我們是採一個叫 短波段操作 這個短波段操作時間 大概是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有買有賣 那每一趟買跟賣 我想這個全面性 我們都是透過工具 這個訊號的一個提示 那提示 買的漂亮 賣的更漂亮 包括在前一個波段 我們分享各位 我想這兩條標的我們從7月24號 每天跟各位做追蹤分享 當時台表科 在上個月份 7月22號 他創歷史新高 來到152 152 後續 他產生 他的高檔賣訊 賣出訊號產生在150塊錢 我想這價位都清淨出處 你當時都可以賣得非常漂亮 賣掉之後 一修正拉回28塊錢 快接近兩成 一張沒賣差2萬8 差了2萬8 後續 我們到7月30號也預告各位 回撤買點訊號 即將做一個產生 那你都可以高檔先賣 拉回之後 再做個重新的回接 買進 那我們在當天 就是說我們在7月31號 他也果不其然產生 他的回撤買點 回撤買點訊號產生在129塊錢 那我們帶進我們的會員朋友們 買進去的後續 一路供高 供高到8月6號 上個禮拜禮拜四 禮拜一做買進 禮拜四做一個賣的動作 當時一樣 爆量爆到2萬3千多張 那當然的話 高檔爆量這絕對不是好事 那等於說 那指標已經很背離 那我們就說 我們就執行 這叫獲利落貸的一個動作 我想這個我們的所有的訊息 我們也都直接分享各位 我們就是把這一趟的價差 15塊錢 獲利先放口袋 那這個價差我想都全面先達正 這個叫做多多賺10%的獲利目標 那相對我想賣掉之後 賣在144塊錢 一路修正拉回 我想到今年連續四天 連四回 到今天已經剩多少 剩下129塊半 那所以我想透過這個線圖 各位你也看得很清楚 當時 訊號產生先賣 拉回 拉回你再買 我們就賺這一趟這個價差 拉高之後 獲利落貸 獲利完之後 馬上又形成一個快速的一個拉回 到目前拉回14.5元 東抽也不過賺了15塊錢 那你如果說你會買 問題你不會賣 不會賣 抱上去 又抱下來 幾幾乎乎 已經把各位 你的這個獲利 全面性吐光光 全面性吐光光 台表科的部分 那另外包括像這個615 像加聯翼做軟板 趕快 買點需要產生你做買 衝高之後 尤其說在這個8月4號當天 一樣 他創高 創高來到這個31.8元 那重點我想以這個 加聯翼的部分 當天量能爆到快接近1萬5千張 那尤其他又碰到這個年限的壓力 那一樣 惡話不說 執行這個出廠 把這一趟這個價差一樣10幾% 獲利落袋 後續賣訊產生在這個30.95 我想這個訊號都是輕輕處處 各位你的操作就很簡單 按表操客 根據訊號來執行各位 你該做這個動作 買點訊號產生你做買 賺這一趟 賣訊產生你做賣 到目前我想拉回 不過兩三天 差了多少 5%多不見 我想這個就是說 你全面性按照這個訊號的提示 買的漂亮 賣的更漂亮 是針對相關 我們在進行帶給各位 操作的標的 那尤其 歐老師我們在昨天節目當中 我們也特別特別針對 陸陸續續產生高檔賣訊 我想針對這個賣訊 我想我們在當時從7月7號以來 當時我想我們在 都逐日都有在我們這個Telegram 也都有給各位分享 已經產生賣訊的一些個股 因為畢竟這是絕大多數的投資朋友們 你只會買而不會賣 所以我想我們針對 就是說我們在昨天盤中 一樣針對相關產生賣訊 包括像被動元件 像國具 賣訊產生在392塊 那昨天收在這個384.5 一拉回7塊半 那今天小弧度反彈1塊錢 我想這個 你寧願各位 我們希望各位 你還是要按表操客 你透過這工具訊號 不僅僅每檔標的 能夠提供給各位 買的漂亮 賣的更漂亮 另外包括像這個1515 像栗珊 栗珊的部分我想在昨天 在昨天 幾乎你可以賣到最高點 高點來到93.3 這康剛好配合高檔賣訊 賣出訊號做一個產生 93.3 連續兩天做拉回 我想到今天 今天剩下84塊7 等於說 短短也不過兩天 差多少 差了到10% 兩天差一個跌停板 我想這個是全面性 當時買點在這邊 你可以買的漂亮 賣的更漂亮 賣掉之後 迅速做一個拉回 這個是我們在昨天盤中 10點多 我們在Telegram 賣訊一產生 我們一樣第一時間 就分享各位 你會買 無論如何也要會賣 另外包括這一檔 這是天國一揮其中的一檔 因為畢竟我想以在今這一兩天 像昨天合一 合一拉到漲停 今天繼續做創高 那畢竟 就有一個像以往 拉台積電 殺中小型的一些電子個股 那今天我想 今天拉合一 讓各位覺得好像合一也沒有在跌 那重點 其他的這一些 相關的一些生技反應概念個股 我想今天一頭拉枯的個股 都是打到跌停 甚至形成一個嚴重重挫的態勢 那我想以中天 中天一樣 我們在昨天分享各位 賣訊產生在88.6元 88.6元 那你到昨天 昨天中天還是收紅盤 昨天漲1.1% 你賣訊產生 你都有充分的時間 可以去做賣的一個動作 那你不賣 像當時合一買點在這邊 66.8元 這一趟漲上來 後續賣訊產生 就昨天產生在88.6元 那昨天收盤還收紅盤 你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去做賣 賣掉之後 今天中天大跌7.2% 7.8元 今天收到一個最低點 全面性會買你也會賣 有這個工具訊號的提示 那另外包括我們在昨天盤後 有特別針對一些 一樣陸陸續續產生賣訊 這些相關個股 我們都依然在昨天這個盤後 我們就直接分享各位 如果說各位你手中剛好有 這些持股的投資朋友們 無論如何 因為畢竟今天早盤 早盤都還有衝高 那你無論如何你要去趁這一趟衝高 去執行出廠的動作 包括像這個4192姓國 因為姓國今天剛好 昨天是拉回5.8% 那當然今天他是因為 他做這個三期的期中節 包括姓國包括像姓輝 今天是停牌 停牌一天 所以說今天就沒有眼鏡 後續一樣老話一句 當時賣點在這邊 賣點在這邊 你就把這一趟這個價差 有買有賣 買得漂亮賣得更漂亮 亞諾華這就很慘了 當時的賣點在這裡 63.8元 一路漲到100元 賣訊產生在85.1元 我想我們在昨天一樣分享各位 賣點出來之後 昨天大跌8.4% 那今天的亞諾華 今天是躺平 打落跌停 兩天差兩次 兩天而已 差快兩成 會買你也要會賣 享受這個股後 目前的股後 昨天拉回135塊錢 今天又續跌15塊 兩天削掉150元 一張沒賣差了15萬 一張沒賣差了15萬 加登 昨天跌6%多 賣訊303元 昨天拉回6% 今天又拉回3.7% 一樣兩天10%不見 潑若微 賣訊產生昨天跌6%多 今天又跌5%多 冷鋼 嚇到接近12%不見 我想這個就是說 你有這個工具訊號 不僅僅能夠協助各位 買得漂亮賣得更漂亮 先得一樣 昨天跌5.6% 今天又續跌2.6% 兩天跌的9%多 我想全面性 你有這個工具訊號 你就可以 永保你的安康 會買 你也要會賣 那另外我想 我們在近期也針對 包括 就是說我們在不斷跟各做強調 你有這個訊號 不管說像當時列舉 像金益科 賣訊產生 你可以避開36.8%的拉回 拉回之後你的做買訊 你可以賺這一趟 38.5% 後續賣點又產生 你在執行這個賣 全面性 根據訊號來來回回的操作 那畢竟我想在近期 我們也列舉 我想針對 就是說很多人 去空這檔個股 3037的這個像新興 新興今天又創高 來到這個83.5% 那重點我想以這檔標的 到目前空單 還有一萬四千多張 所以針對說漲多的這個個股 我想我們不斷每天跟各做強調 你不去跟著買 你跟著買當時 從這一天7月15號開始空 空那時候51塊 到現在已經83塊半 一空最多已經賠了61% 當時最早空的人 賠了60幾% 那相對 如果說你是做多的話 你是賺了60幾% 那問題 都還在做一個實現創高 針對這種創高的一些個股 請各位老話一句 絕絕對對對 空你只能空一些 破線 破月線 破季線 趨勢往下這種空投個股 創高個股請各位切記 絕絕對對對 不要去做空 另外包括像這個三 你根據訊號做買信 買店在這裡56塊半 到目前都還在做個創高 你可以賺到接近五場 根據訊號的動作 那合一 我想合一昨天漲停 今天還在做一個創高 這一趟 到目前為止 以合一來講 還沒有賣訊 那等於說 下一趟 賣出去要產生 一樣惡化不說 因為畢竟 這是一檔指標性的一檔個股 那今天 撐住合一 再殺其他個股 那針對其他的一些個股 一樣老化一句 你手動還有生氣相關防疫 概念個股的投資 賣點在哪邊 我想你都可以依然 透過這個工序 來提供給各位 第一時間 買點跟賣點的一個掌握 那我來說我們在今天實際上 有提供給各位這個 三倍的一個優惠方案 匯費減一倍 匯齊加兩倍 總共是三倍 這個活動相關信息 你就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我們這個Telegram 做個直接登記的一個洽訊 好那今天我們告一段落 休息一下收看 我們見 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